炒作毁了人家的婚礼 当现在还讨厌你 如果我有借别人的婚礼炒作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不得好死 而且甚至是 我不但从来没有去借别人婚礼炒作过 我也没有放任何一个人去炒作过 这个你们去看新闻都知道 我除了就是以前出道的时候 可能知名度高的时候 是因为穿的性感去宣传电影 其他的其实我真的没有 终于中国娱乐圈有一个 以性感为卖点的女星了 而且她非常的自信 只是现场没有记者 就是你们这帮好朋友 现场没有记者 现场没有记者 我选了巴厘岛 目的就是不带任何一家媒体去 那那段影片呢 是有人发给公众号 如果有一丁家脑子 就应该知道 不该去为了个人炒作得罪 不如说半个乱串吧 但得罪那么一票的人 而且你知道这事是完全 完全个人炒作吗 那个是她没有通知任何人 自己就发出去的 公司也没有 记者也没有 她是故意的 其实根本什么事没有发出来 我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关心 我也真的对宝文青 她们在空谷表现 最大的信任 我觉得很明显的呀 对啊 每次还假装用手 好怕 有请黑衣人 其实是一个挺深刻的话题 物化女性男权社会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允许女性 女艺人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允许大家可以表吗 尤其是艺人 特别是女艺人 对 我曾经总是说过 女艺人啊 什么都不会的 只会解救社会 我不想做一个被物化的女艺人 就像你说的 我也开始自我检讨了 在这个时代 我认为我不适合过度的性感 尤其是外形上 所以我不想再成为一个 可以被任何人调戏的留言